針對這個板塊跟你談談 那個內房股又好像見到有一個反彈的情況出現 對 大家都很不知所措 你覺得你是不是都見人都不好追入 我不會買一些今天你見到升得特別多的內房股 那些純粹就是高風險高匯報 譬如玉肺你見到它會升兩盛 他說繼續增持 但問題是公司對自己有信心會繼續增持 可能真的沒事 但問題是為何要突然間中國投入 我覺得你評論一下 如果你說風險能比你有筆錢 真的在說你要賺一倍 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不斷地大的時候 你突然間覺得要賺一倍 但你面對風險輸了五、六十個巴仙 是很合理合情的事 旭輝就會出現這些狀況 就會出現一個一年 不是一年 你只看7月份 從四元跌到兩元無緣無故失去50% 現在技術反彈了 在操作上如果你這一刻賣 你想想定止洩壞在哪裏 你不止洩的話那是OK的 再下1元的時候 如果公司有信心 但實際上真的有些 整個內地的房地產不可以了 未必是公司問題的 現在講的是整個行業的問題等等 它一樣的股價調整 去到1元的時候公司管理長度有信心 可能長遠來說會拉得贏 但問題是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風險 承受能力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在內房板塊上面 我對那個板塊上面 就不會說完全悲觀的 但有信心就是在688、109那些 那些今天都會更升 都是一樣會更升 但問題就是如果你要搏 特別說你升完的時候才去追 我覺得你會搏這些會想對你比較好 當然你最理想的就是 玉輝說我4元不買 3元不買 我引到2元的時候出手 今天彈完20%了 是吃虎走人 問題是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我真的沒有 就是你問我的 股票炒作上面 有時候大家就看 最好就是低位買 然後賺夠就離開 這種炒作方法幫不了大家 變得很快 而且不斷要靠Hit and Run 不斷試 這樣才能這樣 不實際 所以如果你在實際的操作上 你說的內房板塊上面 我覺得只會想一些 實際的狀況很穩健 對它來說有信心 因為它越跌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得越追求內房股 你才會想 如果你說的那些負債向來 都說相對比較偏高水平 玉輝其實不至於說是極高的 但問題是現在說有很多表外債 我怎麼知道它有沒有表外債 公司管理層就算有表外債 難道我告訴你 我有很多表外債 你小心一點 不要買 一定不會這麼說 甚至它們會用錢進行回購股份 所以你猜不到的 簡單一點 猜不到就不要猜 但如果你真的硬要去猜 猜哪些叫做比較安全的 就是在過去五六年前 賣率賣得比較慢 沒有積極擴張的內房股 有什麼就是中海外 1109 123月收地產 所以這段時間就是 一定是跟央企背景有關的 這些就會比較硬正 更新的 更新的追戒機會創 52週 所以如果你純粹求穩 純粹想不到這個時報 買什麼去追 今天內房股做得好 追追也是追這些 但都要分主及立 沒有問題 嗯 好啊